真正的修行就是红尘练心 以出世心坐入世事 以入世事练出世心 借是提气 借是定神 借假修真 动中静 静中动 动静一如 方能修出一颗如如不动的心 因缘和合 皆为你来 世上没有一件事是 无缘无故发生的 一切的发生 都是来点醒你 开启你 都是来丰富你的意识 都是来整体你的生命 你的意识在哪个层次上 你的人生就在哪个层次上 意识是一切的根源 现实问题 都是你内在意识世界的变现 生活中遭遇的挫折与磨难 都是你意识中漏洞的精准呈现 也都是你修正自己意识的最好时机 金钱出了问题 根源是意识 身体出了问题 根源是意识 事业出了问题 根源是意识 关系出了问题 根源是意识 家庭出了问题 根源是意识 困难不是困难 而是机会 是人生的助缘 一切的困难 都是你早晚要面对的功课 你会发现 那些人生最难的时刻 往往也是自己认知 一日千里的时刻 那些看似过不去的坎 恰恰成了自己人生传记中 最光芒 耀眼的一夜 真正的强者 不是没有困难 而是能够 把每一次困难 看成一次脱胎换骨的机会 在困难的地方借机深入 内反内求 直接在意识觉醒上下功夫 从而实现人生的直接跃迁 天降降大任于斯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筋骨 恶其体肤 空乏其身 行服乱其所为 所以动心忍性 增益其所不能 尤其是天选之人 会遭遇比普通人更多的困境 上天为让他早日觉醒 完成自己的天赋使命 会用各种困境绝境 打碎他的认知 颠覆他的信念 锤炼他的意志 提升他的德性 处处到场 当下急事 哪里有问题 哪里就是你的到场 当你静下心来 认真的去对待每一次困难 不回避 不抱怨 不着急 不恐惧 你会发现大部分的问题 都会自动消失 道是平常心 道是心长停 道就在当下的生活中 道就在万物的生长中 那些教你脱离尘世生活的道 都不是真正的道 真正的道 行住坐卧 皆是修行 开窍的人会一心一意地活在当下 心怀敬畏于感恩 顺天应时 法于阴阳 何于数数 该吃饭时吃饭 该睡觉时睡觉 心无旁骛 一心一意 全神贯注 不念过往 不忧将来 当下不杂 全力以赴 做好当下的每一件事 精神就会越来越稳定 越来越透明 身心气场 也会越来越强大 不管遭遇什么困难与挫折 安静下来 身心归位 何以中正 与环境和谐共振 能量到位 人生转机 很快就会出现 何一心学说 没有困难 是解决困难最好的方法 当你进入问题 与问题融为一体 不是问题 问题是你 一切都会在相互共振中 转化成能量 转化成智慧 让你的真心 焕发出更大的生机 红尘练心 脱胎换骨 涅槃重生 和光同尘 这是觉醒者的 终极生命智慧 真正厉害的人 以出世心 坐入世事 以入世事 练出世心 一 生活处处皆道场 哪里有问题 就在哪里用功 婚姻有问题 婚姻就是你的道场 健康有问题 健康就是你的道场 金钱匮乏 金钱就是你的道场 畏惧生死 生死就是你的道场 道场在你每一个受难的地方 在你每一个困惑的地方 处处皆道场 生活 工作与事业 是我们整个生命存在的一种表达 它可以是我们表达自己最高使命的极好方式 更可以成为我们自我平和 喜悦 滋养 转化与自我疗愈的用之不尽的能量源泉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每一个问题的出现 都是来成就你 圆满你的 当你回头 总结自己的人生 你会发现 恰恰是那些困难与挫折 让你变得更强大 让你的人生更赏光 真正的厉害的人 不是没有痛苦 而是敢于直面 勇于担当与超越 他们把问题当作自我提升的机遇 在危机中发现转机 创造新的转机 大部分的问题 都会在意识的更高维度上自动解决 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要自觉地去打开格局 站在更高的人生高度上 审视自己 提升认知 补好自己思维 与意识里的缺陷与漏洞 没有困难 是解决困难最好的方法 当你进入问题 与问题融为一体 不是问题 问题是你 一切都会在相互共振中转化成能量 转化成智慧 让你的真心焕发出更大的生机 二 身心安静须在世上练 动中练静 杨明先生所说 人须在世上末 方立得住 方能静 一定 动一定 人须在世上磨练 在当下的工作生活中做功夫 才会长进 若只好静 欲是变乱 一生中无长进 倒是平常心 安静也一定是从生活中来 修行就在生活当中 工作当中 重要的是你发的什么心 发喜悉悦心 清静心 平等心 任何时候都用这样的心去做一切事情 你就会进入当下的安静状态中 人生就是一个修行的过程 该吃饭时吃饭 该睡觉时睡觉 行住坐卧 一言一行 都可以用在修心 过去的已经过去 未来的还没有到来 一心一意地活在当下 就会自然消解内心的焦虑与恐惧 而这也是高级的身心管理 小隐隐于也 大隐隐于世 真正内心安定的人 即使身处闹事 也是能在心中修离重局 为自己营造出一片宁静与辽阔 特别是当一个人历经千辛万苦 穿越沧桑 领悟到生命的价值与意义 这一刻也无风雨也无情 这才是生命真正的安静 三 当下即是生命的全部 真正的道从来不是脱离生活 而是身心归位 红尘炼心 脱胎换骨 何光同尘 人生的意义在于不断提升 自己的意识维度 磨炼自己的心性纯度 何一心学重新出发 是性命双修 倒数一体的生命实践哲学 强调活在当下 进入何一 在生活中修行 在觉知中觉醒 通过当下 通过当下合一 唤醒潜意识 将意识潜意识融合在一起 同平共振 和谐共生 升华为一种全息同一的身心能量场 进而练接宇宙智慧 并中达外 如如不动 知行合一 自觉自有 该拿起时拿起 该放下时放下 该吃饭时吃饭 该睡觉时睡觉 该运动时运动 该工作时工作 该安静时安静 该舒展时舒展 一心一静 一心一意 全神贯注 当下极是全部 当下极是未来 在潮起潮落中 体察天道的土纳开河 在花开花谢中 感悟生命的韵律节奏 在云卷云梳中 通透意识的自觉自由 身心融合 何以中正 让一切如其所示 让一切自然发生 自由流动 生生不息 置心一处 则无事不办 一个人 如果全身心地 做一件事 心无杂念 澄澈清明 他就很容易 进入身心高度合一的 巅峰状态 或者说是 进入心流状态 在心流 这种和谐稳稳定的 共振状态下 人的内在潜能 会被完全激发出来 智慧自由流淌 精神灵明呈现 意识自由自觉 真正的修行 真正的修行 在每一个当下 在每一个眼前的存在 在你此时此刻的 每一个念头中 回到你自己 成心正念 静心洗髓 运用合一的力量 开发正念的奇迹 你就会成为真正的自己 活在当下的本质 是合一 身心合一 物我合一 人静合一 天人合一 一集一切 一切集一 在万物一体的 整体和谐共振中 呈现意识的创造力 王阳明说 无辱养心 未尝离却事物 只顺其天则自然 就是功夫 生活是最好的道场 以出事之心 做入事之事 就会正得智慧 真正的修行之道 不是教你远离红尘 避开车马喧嚣 而是让你在心中 修离重局 向内观照 当下正念 正言 正行 活出本源自性的光明 与慈悲 一 你是一切的根源 你是一切的根源 终日 寻春不见春 盲鞋踏破岭头云 归来偶把梅花绣 春在枝头已时分 有的人一生忙忙碌碌 精神外露 不断向外寻求确证 攀附于外在环境 失去了自我 到头来两手空空 什么也没有得到 殊不知 自己就是一座宝藏 真正的人生财富 就埋藏在自己的心里 山崇水赋疑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将目光投向自己 回到自己 人生一切豁然开朗 向内求不是意识的自我封闭 而恰是意识的自觉舒展 内求是在身心归位中 读懂全息与整体 在顶天立地中 链接自然与宇宙 在敬天爱人中 找到责任与使命 无论生活中 遇到什么问题 当一个人百分百承担起责任 对外在的一切负责 他就建立起了与外在的一体 紧密联系 他的每一次身心的晋升级 都会带动周围环境的 当下进化 修行的本质 就是回到你自己 发现你自己 成为你自己 你对了 一切都对了 二 你每天遇到的人和事 就是你当下的频率 同质相吸 同贫共振 万事万物本质 都是能量 都有着自己的振动频率 都在不断吸引 与自己同贫的东西 你的身体 你的意念 你的语言 你的行为 都是能量 你的身心 能量场的层级 决定了你所遇见的人 是 物 当你内心光明 充满积极正向的能量 你就会吸引积极的事物 当你心有抱怨 充满消极阴暗的能量 你就会吸引消极的事物 每天要学会规范管理自己的意念 看美好的东西 听美好的声音 用心感觉生活的美好 用充满正能量的东西 占领自己的意识空间 提升自己的身心能量层级 真正厉害的人 都懂得山凡就简 聚焦自己的精神 把自己的身心能量 都集中到那些 能够体现人生价值 与意义的事情上 特别是他们内心 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使他们有了生命的定海神针 形成了强大的气场 心怀善念 说好话 做好事 日行一善 身心不断净化 你就会自然而然 吸引更多美好的东西 三 当你回到身体 百分之九十的问题会消失 一切本质具足 身体是全息整体的小宇宙 隐藏着宇宙无尽的智慧与力量 当你安静下来 调整呼吸 精神内反 身体放松 身心融合在一起 和谐共振 你立马就会对自己 有一种立体丰富的全心感觉 当你回到身体 清晰地感受到身体各个部位的正常功能 与生机盎然 这个宇宙间最精密一器 巧妙运作会让你对生命充满更多的敬畏 当你回到身体 在静默状态中 身体会自动建立其 与天地自然的能量沟通渠道 从宇宙中直接获取高维能量 人生大部分的问题 都是能量匮乏与认知缺陷造成的 当你的身心能量得到补充 能量层级升级 你的认知格局自然会打开 你所遇到的问题 也会在意识更高维度的通透 兼容下自动消失 每天在忙也要抽出时间与自己相处 疏通自己的身体 放松自己的身体 清理自己的身体 用灵明的意念细细地抚摸它们 融合它们 感恩它们 给它们注入正常积极的能量与信息 善待你的身体 它会给你全部的生命答案 如果你听懂了 请按赞 回复一声告诉我 转发分享 功德无量